大家好,欢迎收看冷却水塔小博士 简单快速的认识冰水机基本原理 许多人会把冷却用水的温度降得比常温更低 在塑胶制程上,为了加快制程生产的速度 缩短产品冷却的时间 而在其他制程上,则是为了使机台更稳定 让制程冷却更效率 因此选择冰水机作为冷却系统 那什么是冰水机呢? 冰水机就是利用冷却将水的温度降得比常温更低 透过冷却的地态、气态之间的变化来进行制冷 而冰水机的运作全仰赖四大天王的分工合作 分别为将冷却压缩缩小体积成高压高温的液态冷却 冰水机之星压缩机 冷水冷却释放热量成高压常温的液态冷却 冰水机之呼吸冷凝气 调节蒸发意味形成低压低温的地态与气态冷却 冰水机之小编压力山大膨胀阻 地态与气态冷却吸热帮助设备制冷却 回到电压的气体状态 冰水机之小小冰蒸发气 最后回到压缩机进行征环 而传说中的四大天王都会有五个人 没错 其中冷灵气又可分为风属性与水属性 也就是所谓的风冷式冰水机与水冷式冰水机 我们一起来看看两者的差别吧 风冷式冰水机它的好处是能够自己将热能散去 它的冷灵气搭载了一套风机与散热齐片 利用风扇运转将冷煤的热能带走 而缺点就是需要放置在通风凉转的环境当中 来确保效率的稳定 水冷式冰水机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置在任何想放置的地方 因为水冷式冰水机是利用水循环系统来冷却冷煤 而缺点就是需要多安装一台冷却水塔 且冷灵气常常会因为开放式冷却水塔的原因时常卡购呢 风冷式冰水机与水冷式冰水机 上都含有精密的电子控制元件 不能放在会淋到雨的地方 因此需要冷却系统顾问的一条浓服务 算用专业的技术经验与建议 才能在制程与冷却系统上达到稳定顺畅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小慧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